勞工署調查跑馬地殖民工作意外,勞僱會勞方代表鄧家彪質疑,為何天文台不預早發出惡劣天氣警告,如果提前預警,乘建商仍然遇上叫人開工,是嚴重疏忽,需要負責。 但是如果天文台很清楚說未來會有紅與黑與,他是嚴重疏忽,但是如果他沒有這樣的預警,他只能憑當時的判斷,而且他的現場說我有室內的地方有一個貨櫃,這樣他就會大些機會去免責。 究竟工人為何在三號風球底下在戶外工作,原因是搶收必要緊急的事,還是工頭沒有理會三號風球的環境,繼續叫他們如常開工?如果是後者的話,就是妄顧安全。